哎呀,这家商店关闭了 这家商店倒闭了 倒闭还是关闭 倒闭和关闭有什么不一样 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 你可以说这家商店关闭了 你也可以说这家商店倒闭了 都对,倒闭和关闭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原因不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吧 为了削减费用 他们关闭了三家工厂 为了削减费用 他们关闭了三家工厂 为了削减费用 他们关闭了三家工厂 在这儿只可以用关闭 因为是自己不愿继续 因为合同期满 他们关闭了三个店 因为合同期满 他们关闭了三个店 在这儿倒闭也不可以 在这儿的原因是 合同期满 他们也可以继续续期 所以并不是被迫的 所以倒闭不可以 这家公司违法被迫关闭了 这家公司违法被迫关闭了 这个时候也只可以用关闭 因为是违法的情况下 那么倒闭什么时候用呢 倒闭一般是自己不能决定的 而且与资金经营情况有关系 由于资金不足 这家公司倒闭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 由于资金不足 这家公司关闭了 也可以 但是呢 与资金有关的时候 倒闭最好 所以呢 关闭的使用范围 比倒闭更大 关闭一般情况下 是自己不愿继续 倒闭呢 一般是指资金不足 被迫的情况下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再见 by bwd6